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冲动就要强 内心还有点小算计 沾染了一身的坏毛病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我 什么名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哎呀 你这个臭小子 居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娘说话 哦 好 那我告诉你 我姓你 名老子 书上杨过是对郭静说了 你老子 郭静心性憨直 哪里会想到杨过会在话里占自己便宜呢 然而 黄荣却能听得出来 这个少年拐着弯占自己老公便宜 他心里当然会不爽 杨过在黄荣这里第一印象就掉分了 而杨过的父亲杨康又是见机死在黄荣手上 当年杨康在和欧阳峰在桃花岛上杀死了江南武冠 郭静黄荣赶到的时候 南西人还没有死 打了黄荣一掌 打在了黄荣的转卫甲上 这一掌又带有欧阳峰的蛇毒 而后杨康在铁枪庙里被黄荣揭穿杀死欧阳克 杨康勤急之下一掌拍向黄荣 这一掌刚好又打在了转卫甲上 不知道是转卫甲不能洗 还是毒素比较强 蛇毒从转卫甲上转移到了杨康身上 就这样杨康因为黄荣领了盒饭 然而杨康的死可以说是他坏事作绝最有应得 连穆念词都不好意思告诉儿子 杨康是怎么死的 毕竟他也不能直接告诉儿子 他爹是个大坏蛋 所以这里就成了隐患 杨过如果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 势必要给父亲报仇 这样教会了杨过相当于教了一个仇人 所以在郭静收杨过 大五小五和郭福为图后 黄荣看到了杨过脸上的怪异神色 想到杨康当年的模样 不由得心中厌恶 想到的也是 杨康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所杀 但是也算是死在自己手里 自己现在做得无意于杨虎为患 必须要制止郭静教杨过武功 不能明着提出反对意见 只能迂回这进行 于是表示 郭静教四个徒弟太辛苦 杨过不如自己来教 郭静知道黄荣比自己聪明 由他来教导杨过再合适不过来 自然同意了下来 接着黄荣又说 要定个规矩 你呢 不准教过儿 我呢 不准教他们三个 他们四个之间 更不能互相传授 否则乱了功夫 有损不义 好 那就一言为定 黄荣这个规定挺狠的 这样一来就杜绝了 郭静教杨过武功的可能性 也杜绝了杨过向其他三人学武 黄荣那边是满腹算计 杨过确实满心欢喜 不用跟讨厌的大舞小舞 在一起习舞 自然会高兴很多 然而等到黄荣教授杨过的时候 杨过惊呆了 黄荣教的全是文化知识 根本不是拳脚功夫 书上说 黄荣教了三个月 一部论语就教完了 心中想的却是 此人聪明才智 不在我之下 如果做人和他父亲杨康一样 怕是学着武功以后 也会闯祸 不如只让他学文 多明白一点圣贤之道 其实在这里黄荣看得很透彻 不教杨过武功 一是怕杨过重蹈杨康的负责 二是也怕杨过学会了高升武功 会对郭家人进行报复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黄荣自是聪明绝顶之人 自然不会给自己培养一个仇人 而在杨过来到桃花岛的船上 郭靖还说了一件事 让黄荣很不高兴 原来郭靖想将女儿 郭福许配给杨过 郭阳两家上一代就有决定 如果是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 如果是男的就结伴 郭靖和杨康就成为了结义兄弟 到了第三代这里 刚好是一男一女 郭靖便想杨过和郭福结为夫妻 完成自己父亲的遗愿 然而黄荣可不愿意 自己辛苦养大的女儿 嫁给仇人的儿子 然而看到郭靖兼职 黄荣又不好将话说死 便用上了托子诀 等两个孩子长大了再说 而这里还有个先决条件 要看杨过将来长成什么样 如果将来杨过跟他爹一样长歪 自己可不同意这门婚事 其实在黄荣心里 杨过是配不上自己女儿的 郭靖是大侠 自己又是丐帮帮主 杨过只是故人之子 没什么背景不说 还有一身坏毛病 怎么配得上自己前脚板面的女儿 只是这些原因都不是主要原因 在连载版《射雕英雄传》中 说明了这个问题 连载版中 杨康和穆念子之间 加入了一个重要角色 此人就是杨过的生母 捕蛇女 秦南秦 连载版中 郭靖与黄荣 英式分手 路见不平 就了捕蛇老汉 和他的孙女秦南秦 秦南秦又对郭靖心生好感 但郭靖心中只有黄荣 秦南秦一直不知 郭靖离去后 老汉还是难逃独手 而秦南秦也被铁掌帮卤居献给了杨康 杨康因得不到穆念慈 心生恨意 转头将秦南秦给侮辱了 之后秦南秦怀孕生下杨过 而穆念慈则在杨康死后殉情来 在之后的版本中 金庸先生删掉了秦南秦的剧情 还将杨过改为穆念慈所生 看似是丰富了穆念慈的剧情 实则让很多剧情无法串联在一起 秦南秦自幼跟结业相继为命 郭靖又英雄救美救了秦南秦 怎么不让他对郭靖心生好感 虽然秦南秦的存在 对郭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甚至郭靖都不知道这个姑娘喜欢自己 但是他却让黄荣极为忌惮 害怕自己的爱情被抢走 在这场爱情争夺战中 秦南秦虽然没有表明心意 但不妨碍 黄荣处处挤堆哈 后来秦南秦被杨康护住 自然更是没有机会 可以说这场战争黄荣大获全胜 但是这并不影响黄荣对他的敌意 等到秦南秦中蛇毒死去 黄荣便将敌意转移到了杨过身上 毕竟这是秦敌和仇人生下的孩子 怎能不让他看着生气 后来杨过无意中 用了欧阳峰的蛤蟆弓 柯震恶又和欧阳峰仇身四海 表示桃花岛上有杨过没他 如果杨过在桃花岛上自己就走 师父年纪这么大了 郭靖自然不想让他在江湖上奔波 黄荣又坚定站在柯震恶一方 告诉他桃花岛是他的家 不必对杨过相让 黄荣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留柯震恶让杨过离开 郭靖虽然想留下杨过 但是也不好不听师父和老婆的话 接着郭靖就将杨过送去了全身教 这样杨过算是彻底离开了桃花岛 他和郭甫的婚约自然也就不算数了 这样黄荣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而秦南秦这一角色的删除 又将杨过之母改为木念子 很容易让人忽略掉 黄荣与秦南秦之间的秦敌关系 秦敌相见分外眼红 老公郭靖又对秦敌的儿子那么好 怎能不让黄荣心理厌护 这才是黄荣讨厌杨过的最大原因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无法忽略的 那就是黄荣已经从一个少女 成长为了一个母亲 她此时已经全然接受封建礼教 在江湖上经历十多年 她知道违背礼教 肯定要被江湖上的人唾弃 更何况她是虎林中有名有姓的人 这故事世俗之举 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结婚以后 一地鸡毛也是命中注定 她一边是一个母亲 大女儿是草包经常闹事 二女儿生下来 就被各种人夺来夺去 另一边 她还要辅佐 还不怎么聪明的丈夫去抵御外敌 她要管理一整个帮派 拥有了江湖地位的她 只能行锦言 做端庄 以为人表 俨然成为了一个礼教味道士 贾宝玉说过这样一句浑丈话 女孩未出嫁 是颗无嫁之宝珠 出了嫁 不知怎么就变出 许多不好的毛病来 虽是颗珠子 却没了光彩宝色 是颗死珠了 再老了 更变得不是珠子 竟是鱼眼睛了 我们恨黄蓉 其实恨的是岁月 恨的是自己 哪怕是黄蓉这样的女子 也逃不过岁月的束缚吗 我们在她身上寄托的一直是 年轻活跃 潇洒快活的愿望 没有如愿以偿 世锦寻霄 再归来 已无人是少年 这是一个少女崇拜的时代 大家只是喜欢初见时的她而已 仔细想想 哪个母亲不是从少女时代过来的呢 也有自己的梦想和梦想的人生 妈妈为了当好妈妈 她放弃了太多太多 年少时 她一定也和孩子一样喜欢打扮 喜欢穿漂亮衣服 喜欢有人送花 喜欢有男孩子说喜欢她 也有自己的梦想 有自己渴望的爱情 有自己向往的婚姻和人生 可这些 在经过很多年之后 她拥有了吗 而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是她曾经想要的吗 所以对妈妈好一点吧 要鼓励她穿得漂亮点 要教她保养和化妆 要把她当成小女孩一样宠爱 就像她当年宠爱我们一样 毕竟她除了是妈妈 也是一个只有一个一生的人 她也应该好好体验 这仅有一次的人生 妈妈 应该只是她人生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 所以不应该 要她为我们牺牲了全部人生 妈妈和我们一样 也是一个人 一个渴望有自己人生的人 我们总想为自己活 可我们不曾想过 妈妈想不想又有没有为自己活呢 阿浪想 她一定也想 只是太爱我们 而舍弃了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